欸 猴子 你看 你看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 我昨天買了一台新電腦 我之前想了好久的 MacBook 你要不要一起來看 好啊 好 走啊 看會不會速度比較快 我們來開箱囉 這裡有個箭頭耶 這裡有個箭頭 欸 真的耶 真的耶 哇 它設計好棒喔 都必須要用刀片 對啊 來 打開囉 哇 哇 你看這邊有個箭頭有沒有 哇 好好喔 直接這樣撕 用刀片 這個其實還滿難用刀片的 欸 這完全不會去傷到它的包裝耶 對 哇 搖不下來 有點緊 哇 好漂亮的顏色耶 我這一次買的這個是太空灰 OK 我們把它拿起來看看 哇 好美喔 這個顏色真的選對了 它是從哪邊拉啊 從這邊 把它這樣直接往下撕 哇好像全部都撕的耶 對啊 它包裝真的包裝得很好耶 來 拉起來 哈哈哈哈 直接拉 直接拉 哇 好亮喔 好漂亮喔 而且很亮耶 真的漂亮很多耶 打開開 那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說明書 那我們再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充電的吧 跟以前的幾乎長的一模模一樣樣 它現在充電線已經都改成Type-C了 因為這一條它就是做充電的 它就是配合這個充電頭 那這個充電線我們也先放旁邊喔 還有嗎還有嗎 還有嗎 這個是MacBook Air M1 13吋的 8GB的記憶體 還有256GB的SSD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開機囉 欸對 我去拿我們之前舊的那一台 來提一下 這一台就是已經用了7年的這個 MacBook Air 你看 哇賽 怎麼大小差這麼多 兩台都是一樣的螢幕大小耶 下面這一台是2015年的MacBook Air 一樣是13吋喔 可是我們現在新買的這台M1 大小差了這麼多 厚度真的有差 它有一端就比較厚 這一邊比較厚 新的這台真的很薄耶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大的差別 這一台新的M1啊 上面這一顆蘋果就不會發光的 有看到嗎 真的有耶 以前我這台你都沒注意過對不對 很少注意 對 它只要一打開的時候 後面這個蘋果就會發亮 可是從這一代開始啊 它不會亮了 你打開它一樣還是不會亮 對 有沒有 它就是黑的一個 不會發亮了 不會發亮 可是我覺得這樣它還是非常漂亮 這個是太空灰很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這個原本這個是銀色的 所以我這一次我就沒有買一樣顏色 兩台一起打開來看好不好 打開了 對 然後還有我們新的M1 來看一下 哇 還有一層耶 這一台一打開就直接開機了 哇 哇 它的螢幕有差耶 有差耶 有沒有 覺得這一台好像畫面比較鮮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來安裝新的電腦囉 好 欸 你有那個翻這好像比較大一點 欸 真的耶 按鍵耶 感覺這個按鍵 好像比較大了一點 對 它這一個觸控面板也比較大 它會講壞 一開機它就直接進到這個設定模式 嗨 我是Siri 請選擇你想讓我使用的聲音 我喜歡聽女生的聲音 呵呵 這在幹嘛 它在做設定 嗨 Siri 天氣如何 嗨 Siri 今天過得好 如何 OK 它已經OK了 欸對 它這台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一定沒看過 我可以把手指放在這裡 有沒有 它會讀取我的指紋 以後我開電腦放我的指紋 我就可以打開它 我這樣很好耶 有沒有 欸 欸 這樣好像設定完成耶 直接就進來了 嗯 好按嗎 好按非常好按 哇 很快耶 而且畫面很漂亮 它縮放畫面有沒有 哇 而且滑的速度很快 有沒有很順手 喔是兩手滑耶 對啊對啊 不是兩手滑 一手操控兩手 嗯 OK好吧 把它再來做其他的設定好了吧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配件喔 好 來 來來來 這個就真的要刀片了 那這真的要用刀片 對啊 一般開箱還是需要用刀片 我看你看好恐怖喔 直接把它拉出來 將將 為什麼要買這個配件 因為現在新的這個MacBook Air 這個USB的插槽都只剩兩組 另外一邊就剩一個耳機孔 沒了 所以你充電的時候啊 也是要插到同樣一個這個USB的接口上面 那這樣我是不是只剩下一個擴充的地方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不方便 就是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插東西 可以插USB大母哥啊 或者是外接的硬碟 所以我又去買了一個這個 好 它就是完全是配套 然後就是直接接到這個新的MacBook上的 我們來接上去 我們來接一下 我們來接一下好不好 它這邊的話就是可以直接對應 插到這邊剛好兩個孔 手抖 手抖 說我手抖 我真的是手抖 來 我們鏡頭經典來看一下 有齁 它這樣反而可以裝一堆耶 你看像它這個擴充的接頭 就有SD卡的接頭 還有兩個傳統的USB 還有這種小的USB Type-C的兩組 如果要接一些擴充設備就比較方便 它其實就是擴充的HUB 它還有附一條線 它就這條線只是接到這 喔我懂了 知道意思了嗎 它可以連一點 有沒有 有有有 這樣子還是一樣可以擴充 喔對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需要一個HDMI接頭 好不好常剪片的時候 要接那個外接螢幕 我覺得蠻棒的 不然你如果這個 你很難就很難剪片 很難換打螢幕 對 就是我要擴充就不好處理了 可是你有這個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們今天大概開箱到這裡 使用一陣子 再跟大家講說好不好用 那就今天影片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媽媽掰掰 掰掰